有駕駛的开车行驶在新北市新店的中安大厨上面 青芳突然出现一样逆上的这游览车 司机上的飙出了脏话 紧急的转向刹车 还好没有发生意外 刚才了解当时游览车载了20多人出游 大约逆上行驶了100公尺才发现逆上 疑似是路况不熟才会误闯 阳光明媚的好天气开车上路 没想到下一秒差点出事 吓到飙出脏话真的是生死一瞬间 一辆大型游览车的车头竟然逆向迎面而来 把前方视线全都挡住 所有人赶紧踩刹车往左打方向盘 卡在车身位置 索性没有发生对撞有惊无险 当时游览车就是开上中安大桥 但其实在扎道入口的时候呢 它是正常行驶 直到开上去以后才遇到Y字的分叉路 才会误闯逆向 根据了解这辆游览车 当时载着20名乘客从中部北上来玩 起初还开在正确的道路上 不过车速确实比较慢 疑似就是不熟悉路况才闯祸 实际走一次 一上桥之后 左边是双黄线 不过中间没有分割岛或是护栏 驾驶以为整条扎道都是单向道 往左切就逆向 就连当地住户都不免觉得路况复杂 不过交通局会看后表示暂时不会更改 中安大桥引刀口已经设有两面禁止进入的标志 那在桥侧的分隔岛上面 也有做一面放大型的靠着遵循的标志 其实目前的设施经我们确认是蛮完善 在道路上以危险方式驾驶 可处新台币六千至两万四千元 以及第四十五条 增道逆向行驶 可处新台币六百至一千八百元 再看一次这惊险画面 要是游览车以这样的高速对撞上轿车 恐怕后果不堪设想 觉得对称心里谈不到